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就来到Yulik 一间cafe叫做Ebony and Ivory 虽然他们都算是很出名 但是一年前,当我做这个Yulik的美食采访 就遗忘了他们 事件那一集,我是注重街头美食 刚好,一间cafe都是我以前的Tennis师傅的儿子经营的 所以今天我就要专门过来采访他们了 时间过得真是快,大概22年前 当我刚刚从Codakomuning搬去Souvan Vestia 就请了我班朋友来我的新屋Pouse Walling 不说你不知道,几乎我每一个嘉宾 都是打Dennis的朋友 都不出奇啦 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网球发烧友 一个礼拜是打了七天的 所以在球场就认识了这么多Tennis格级 当然,我都有请了我的网球师傅Mr.Loyd 如果没有他,我今天都不认识打Dennis 记得他朋友带他13岁的儿子EJ介绍给我吃 刚刚,EJ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那间Camp Day的老板来的 其实EJ都是一个网球发烧友 或者他有他爸爸网球的细胞挂 从小时,他就跟他爸爸学习打球 我真的没想到EJ要出来做饮食 我反而想着他会做一个网球教练 说不,EJ的大佬都是一个很成功的Tennis Coach 大概12年前,当我在网球场遇到EJ 他跟我说他已经向音乐发展 成为一个专业的鼓手 在一间音乐学业教打鼓 可惜在马来西亚教打鼓 是不像教吉他或是教港琴的食香 一点都不像外国 话说,EJ有跟几个朋友组合一个乐队 而且他的太太也是这个队的keyboardist 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 Ebony & Ivory 首先我问EJ,为什么他们会改这个猪牌呢? 他说因为他的太太阿妹 兼这间Café的老板娘是一个keyboardist 那他的爱母就建议我们改这个名字 有关于他的女儿的行业 我说你们都很大胆 两个musician 那人出来做饮食 而且还在Yulik营业 一个已经没有饱和的美食区 EJ说,人人都知道Yulik什么美食都有 偏偏的没有西餐 所以就决定做西餐 但是就不是传统西餐 而是日本Future西餐 因为Yulik是一个华人区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 有融合东风口味的联理 我们都是见过咸步 接着我们认为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喜欢喝的东西 这样就是我们的benchmark 我们就要越来整越多东西 我又不是煮东西出身 我是打鼓的嘛 然后就我和太太在外面吃很多 我们出国去试很多她的美食 然后就是这样试一样煮 然后自己觉得好吃 就吃饭 我问她这个cafe 怎样会受到日本料理的影响 她说因为以前她的爸爸 有收一班日本tennis的学生仔 时不时那些学生 有请她两儿子 帮她们的家里开餐 最怀念呢 就是她们母亲煮的日本料理 虽然当时YJ只是十二三岁 果然被她抄了日本秘货 想不到今天就用在她的Fusion餐牌 你不可以否认 YJ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徐司 加上她太太的西式高点专业知识 怪不得Ebony & Ivory Cafe 能够在YULIC携盈了八年 相信你们都知道 YULIC是整个KL集中最多美食 尤其是街堂美食 所以在这两年 我都有为YULIC做了两集的介事 对我来说 整个YULIC最有性格的地方 就是YULIC flat楼 它是从七十年底建立的 它也是JULIC其中最旧的公寓 YULIC flat总共有六栋楼 楼上是拿来做住宅 每个单位是两房一厅 尺度是八百方尺 我好喜欢他们的构思 因为底楼是拿来做商店 当然他们是没有电梯 每栋楼只是有两堂楼梯 它的中间是有一个公众走廊 亦都是加配为一个天井 以前这里的建筑师 不算是最有创意 用了这么复古的材料 惨得过它有它自己的风味 不用说这里的parking 是一个大问题 它的交通是乱走走的 你兜来兜去都是走回这个坝沙 话说这个坝沙都好齐全 怪不得其他招拉区的家庭主妇 都走来这里买菜 旅途还有很多美食当天 虽然unique flat楼不算是很华丽 不知道是否是风水的关系 在这几十年很多种生意 还是成功在这里营业 不用说它们的美食是最受欢迎 不是夸张 我此次来这里都遇到有新的美食开张 虽然Albony and Ivory Cafe 都经营了8年 但是对我来说它都算新 吃完我都没干顾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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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看来很简单 只是用鸡蛋铺上肉碎饭 然后就下模拟多 但是它的效果是零射不同的 真是很惹味 让我吃到很开胃 第二道菜就是日本叉烧面厨 刚好它也是二姐的喜爱美食 首先这位随私就把面炒到香口 另外一个随私就炮制叉烧 烧到它够火后 然后就加装饰 最重要就是要加上这粒饭碗 因为它会浸到面滑很多 这个日本的Liguinny 真是很香口 怪不得它是二姐的最爱的 除了美食 他们的饮料都一样这么讲究 因为有请专业的Berryster 二姐讲 这个部门是交给这两个投手 来自己发挥 话说这间cafe 总共是有十几个员工 而且一个外路都没请人 我对咖啡不是很熟悉 那这位咖啡师就介绍 叫Yenma Tsai La Tee 这杯La Tee的味道是很浓厚 他朋友推荐 这个他自己研发的Gram Garden 味道是很特别 酸酸味味 第三道菜就是牛肉碎饭 话说现在有很多客人进来 我要趕快介绍两个美食 不想压住这个厨房 首先这个厨师就把肉碎和洋葱煎到香口 最后就煮上一些饭 然后就烧烤肉碎 然后呢就打粒蛋上去 加上装饰就可以上桌了 如果你是有吃牛肉 我建议你买这道菜 因为它的日本米饭 配到牛肉碎很标准 煮到这个味道特别鲜甜 第四道菜就是酸面豚鱼配薯条 可能你会说 我一个人怎么可以吃那么多东西 所以今天我就叫我个老友Garry 来帮忙吃 这位徐司 首先就把这块鱼 用特别酱汁连击一下 煮到脆口 放一块PARMISSING芝士在面包 烤一烤 放一块PARMISSING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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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上GARMISSING 就可以吃了 我觉得这个美食 反而是有意大利的影响 其实除了日本料理 他们的餐牌 都有融合 泰国 印度 和意大利 不用说 每个各种都有水平 EJ带我走过去这间店 另外一个单位 是他们拿来做食堂 兼PRIVATE FUNCTION 他还带我去参观 他太太的私人糕点厂房 可惜今天是礼拜日 他的太太阿May 就休息 看不到他开工 阿May真的好有天分 从一个音乐家 变成一个成功的 西式糕点徐司 不是夸张 这里你所见的BESFIT 都是阿May亲自做的 最受欢迎 就是他的西瓜蛋糕 我当然是不收乱了 快点点回睡 事关他每次都卖完 他们还建议我 试上 不得蛋糕 这两个味道是不得顶 就是我们去吃的 这个地方 把这些干净 感觉我去吃的 我做的 我做的 看见 最后我做的 准备了 我们在这一天 做的 感谢观看